明天的白天一直到预估到下周四之前 北台湾这边可以看到 低温普遍就是20 21度左右 甚至会有局部的辐射冷却影响 在下周四之前 特别是北台湾一些局部的地方 温度会来得更低一些 今天是封面在逐渐接近的过程当中 那所以台湾目前的环境 是吹封面前沿的偏南风 各地感受还是温暖闷热一些 而且是为多云到晴的天气 例如是今天的下午之后 一直到明天的白天 主要是北部及宜兰花莲地区 是有较大雨势的出现 那在中南部的话 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 都伴随着震雨 甚至是雷雨出现的情形 那越晚呢 随着封面的接近 那在降雨情况也会越来越明显 而范围也会比较广一些 所以看到整个各地 都是降雨机率比较高的 特别是中部以北及东半部 雨势是降雨比较持续 也比较明显的 那如果在明天 在下午之后呢 整个封面就通过 随后是后面的大陆 冷高压带的东北季风 随气比较少 温度也比较凉一些 所以在整个降雨 是预估是下周一 也就是明天的下午之后 整个降雨情况 会逐渐的趋缓 今天白天 各地感受还是偏温暖闷热 各地普遍可以来到 30至33度左右 局部也会来得更高一些 那不过在明天的白天 一直到预估 到下周四之前 这段期间 其实在低温方面 尤其是红色 就是北台湾这边 可以看到 低温普遍就是20 21度左右 那因为在下周四之前 这段期间都还是 比较偏干的空气 所以还甚至会有 局部的辐射冷却影响 在下周四之前 特别是北台湾 一些局部的地方 温度会来得更低一些 特别留意这种天气形态 早晚会比较凉 那白天 还是因为太阳出来 升温也很快速 日温差相较就会比较大一点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